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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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会原谅他们的 他肯定是因为他年轻 然后就是什么事都不懂 还不懂了什么叫责任 我比较是 我已经接受他道歉了 是不是道到位 这边不道也不行啊 不道的话以后 公共疑问他们也受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道歉 主要是因为他是明星 人要犯的错 我就应该先来道歉 尤其像他们这种公困人物 我觉得作为艺人 应该给大家起表率作用 然后应该给大家一个好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人贵在自治嘛 这个就是告诉青少年 犯了错误之后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要勇于地去改正嘛 如果真的是 自己知道自己错了 真的是愿意去改的话 可以接受他们道歉的 错了就犯了 下次改过就好了 就是中国人他有一个通信 别人道歉了他就好 也就同意了 一个是可能是 他发自内心觉得错了 我觉得是为了自己的形象 和什么之后的一生 他还要挽回一些他的生育 这类的东西 也许是为了让自己更出名一点吧 如果是我 道歉我是不会原来的 他们做这些事情 被抓了之后 肯定是心里面是有后悔的 因为你已经犯错了 你当初是干啥的呀 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 你不是小孩了 你知道那不能靠近 不能触摸的东西 你为什么一定要触摸它呢 他们就不应该干这种事儿 多大都 都是成年人啊 我觉得他们道歉的话 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沉印在里面的 就是有心是想悔过的 我觉得就是对于明星 其实没有比较特别那什么 怎么可能会不犯错呢 我就挺心疼他的 请吃饭 改礼的方式 短信 对不起呗 那下回不犯了呗 我如果犯错 我就真诚了道歉 希望对方能原谅我 先把事情交代清楚 说明我本身的意图 就是公开到我现在 用特别特别诚恨的态度吧 特别严重啊 我可能都会给观众跪下来 微博呀 然后就是记者会之类的 也会当众道歉的 直接聊到面对面的 男女朋友之间 男的要出来吃顿饭之类的 我会主动向朋友道歉 我这个事情的确反思了 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那个对不起 以后那个不会这样了 如果说我也做错事情的话 我都会第一个时间出来道歉 坦诚嘛 一般都是发短信啊 打电话呀 就这种 诚恳一点 写封信啊 什么口头上 这个哀求哀求呀 什么的 这个发发点呀 什么的 不看广告 我就看疗效 你光用嘴说是没用的 必须要做出来给大家看的 心有事好吃的 主要还是看态度吧 就是面对面 道歉我都能接受 错就是错 没错就是没错 可以在脚甩蜡什么 就是很真正的 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只要他道歉 我都愿意相信他 很直接的 说对不起 觉得在我来说 没有必要说对不起这三个字 等这个我的气消了 然后再道歉 那个时候我就能欣然接受 有时候写个信啊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发微博 各种各种各种 都有各种形式的 他向我道歉 如果他是轻描淡写程度 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觉得算了吧 一般道歉我也都能接受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都可以 一个人肯拉下他的脸面来跟我说一句对不起 我觉得他就是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我就会原谅他 如果是一小事情 小事化了 大家互相给个台阶下就行了 因为我觉得网友评价各不一样 比如说你戴墨吧 长相原因 他们更愿意原谅柯震东 我是会原谅他们的 因为他那间雨都哭的那一幕也很帅 对不起